入出席节,阿娜巴娜是指呼吸的进来,出去。 这一段经文的Gatanja是禅修者要如何练习呢? Ga-ye-ga-ya-nu-pa-si-vi-ha-ra-di,如何就身体观察身体呢? 这是说,要练习的话,需要一个可以独处,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必须单独的禅修。 Ara-nya-ga-to-va,退居林中,没有闲闸人等,Rukka-mu-ra-ga-to-va,或到树下,Sunya-gara-ga-to-va,或到隐蔽无人之处。 就像你们禅修的官房,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静坐,没有其他的人干扰,这三者任选一种,应该找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干扰。 到了这样的地方,你-si-da-di,坐下来,一定要坐下来修行。 怎么做呢?盘腿而坐,但不一定要双盘或单盘。 当然,双盘或单盘更能保持警觉,但是并不一定非得这样。 任何姿势,任何盘腿的姿势都可以。 只要能坐着长时间,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背部要挺直,上半身要挺直。 你必须在这个部位附近保持觉知。 在哪里呢? Balimukkan,嘴巴的附近。 在这个区域保持觉知,Sati-balimukkan。 必须在嘴巴的上方,鼻子的入口这个部分,去观察呼吸。 这是适合观察呼吸的部位。 接着,开始练习。 保持觉知。 觉知入息,觉知出息。 吸入一个长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个长的气息。 他在经验的层面上了解到这是一个长的气息。 我吸入了一个长的气息。 同样的。 Di-kang-wa-pa-sa-san-du。 当长的气息呼出去时,他知道长的气息呼出去了。 然后,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Di-kang表示长的。 Ras-san表示短的。 吸入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呼出一个短的气息时,他觉察到这是一个短的气息。 不管气息是长,是短。 他的任务只是观察,保持觉知。 不是在玩呼吸的游戏,不是在控制这个呼吸。 刚开始练习时,呼吸会比较长。 但继续不断地练习,心会平静下来,比较不浮动。 自然的,气息就会越来越短。 对这个技巧而言,每一段的每一个字句,就像里程中的每一站,大站或小站一样。 当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你的经验会像这样。 而继续到了下一个阶段,你的经验又会像那样。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长呼吸,深呼吸,然后是短的轻柔的呼吸。 不管是长或短,你都只是看着它。 然后会怎么样呢? 进一步往下看。 前面的句子当中,用Bajjana Di这个字。 Bajjana Di是正确的了解,正确的了解气息的吸入或呼出。 现在不用Bajjana Di而用Sikati这个字。 表示靠经验来学习。 学习什么呢? 以你自己的经验,你会发现到,在观察呼吸一两天之后,你开始在这个部位附近,感觉到某些感受。 由于观察感受和呼吸,你达到一个阶段,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Sapagaya 全身到处都有感受。 开始时,大部分的学生感觉到的是粗重、坚韧、强烈的感受。 但是如果耐心地坚持着练习下去,坚韧的感受就会慢慢地消融了。 消融之后,全身都是微细振动的顺畅流动感,Free Flow。 这阶段称之为Manga,消融。 所有坚韧的感受都消融了。 这是必须靠经验学会的。 持续不断地练习,练习,达到这个阶段。 你由如实地观察自然呼吸的进出开始,一直到全身消融的阶段。 这种修法是要你对经验到的一切都保持平等心。 保持觉知和平等心,才会有助于消融而达到这个阶段。 这个字当中的Samvadi是感受的意思。 Badisamvadi是随着呼吸直接地来观察感受。 吸入时,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下到上。 呼出时,感觉到全身的感受从上到下。 Sabhagaya是在一个气息之间。 感觉到全身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感受。 吸入呼出,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Sabhagaya Bhattisamvadi 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才能正确地了解佛陀所说的话。 也唯有这样,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才不会有困惑发生。 我们发现,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有其他的传承,他们说,Sabhagaya是整个呼吸的过程, 包括呼吸的开端,呼吸的中间,呼吸的结尾。 不,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因为这是观身念著,Gayana Bhattisana。 呼吸时,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谈到呼吸,当气息吸入时, 氧气进来,经过了肺而进入血管,流遍了全身, 到达脚趾也往上到达了头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 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 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 但还是必须去感觉, 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 一个好的禅修者, 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 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 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 接下来, 感觉到全身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的感受。 吸入呼出, 都能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唯有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的人, 才能正确地了解佛陀所说的话。 也唯有这样, 你才能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才不会有困惑发生。 我们发现, 的确有某些令人困惑的地方。 有其他的传承, 他们说, Sabhagaya是整个呼吸的过程, 包括呼吸的开端, 呼吸的中间, 呼吸的结尾。 不, 应该是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因为这是观身念著, Gaya Nupassana。 呼吸时, 你应该要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谈到呼吸, 当气息吸入时, 氧气进来, 经过了肺而进入血管, 流遍了全身, 到达脚趾也往上到达了头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当血液带着氧气流动时, 随着血液流动会产生感受。 即使你要把它说成是整个呼吸的过程也可以, 但还是必须去感觉呼吸时全身所产生的感受。 一个好的禅修者会遵照佛陀要我们修的方法去用功, 而开始以自己的经验去感觉到从头到脚全身的感受。 接下来, 是清安的意思。 有某些阶段, 比方说, 的阶段, 到达这个阶段时, 就会有一种微细振动的流动, 非常愉快顺畅的流动感。 这种流动感会令人感到愉快而开始贪求执着。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详细解释时要说到, 每当你在身体内或身体上开始经验到非常愉快的感受时, 那对你是非常危险的。 巴黎文, Adhinava就是非常危险的意思, 因为要去除不愉快的感受所产生的称恨可能还比较容易, 而相形之下, 要去除对愉快感受所产生的贪爱执着则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达到Banga这个阶段, 身上会有微细振动顺畅流动感。 这时候, 因为喜欢这种愉快的感受, 心会倾向去执着它。 在这之前, 你可能一直和不愉快的感受奋斗, 接着, 可能在突然之间非常威系振动顺畅的流动感来了, 我们就开始贪求执取它, 这很危险, 因为这种贪爱会促成称恨的生起, 对这种愉悦的感受越贪求, 也一定会对痛苦的感受越称恨, 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修内观了。 内观是要你远离贪嗔, 因此, 这个时候, 你所面临的是一种非常危险及恐怖的情况。 所以, 学生要很小心, 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 应该持续地了解, 这也是无常的, 升起灭去, 升起灭去, 只是微细的波动罢了, 非常微细的波动升起灭去, 像泡沫般, 快速地升起灭去, 这就是我们以智慧, 持续不断地去观察感受的正确方式。 以这种方式不断地根除不禁的烦恼, 我们才能达到内心十分平静, 宁静的阶段。 佛陀再一次用到, Sikati这个字, 靠经验学习, 靠修行来达到平静的阶段。 开始练习缠坐时, 身体会动, 你练习不去移动身体, 你以坚强的决心, 缠坐一个小时不改变姿势, 这种坚强的决心在开始时要很勉强, 但稍后就变得很自然了, 你能够坐一个小时而不改变姿势, 因为所有的部位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身体也不用动。 身体不动时, 你可以发现到呼吸是唯一的活动, 这就是Gaya Sanggara, 身体的一种活动。 而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短, 当心越来越平静, 越宁静时, 气息也就越来越威胁。 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 保持平静、宁静, 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 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宁静了, 因为气息很短, 当他离开皮肱之后, 好像做个U形的回转, 他一出去又进来, 才一出去又进来了, 有时候觉得呼吸好像停止, 没有呼吸了, 他变得非常的短, 非常的威胁, 这个时候称为 当心越来越平静, 越宁静时, 气息也就越来越威胁, 现在你正在训练自己的心, 保持平静、宁静, 这个时候身体和气息也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宁静了, 因为气息很短, 当他离开皮肱之后, 好像做个U形的回转, 他一出去又进来, 才一出去又进来了, 有时候觉得呼吸好像停止, 没有呼吸了, 他变得非常的短, 非常的威胁, 这个时候身体非常的轻安, 心的宁静在身体上呈现出轻安的状态, 到了这里又有直取的危险了, 对这种轻安产生直取而认为, 哦, 我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了, 你看, 多么的安详, 多么平静, 多么轻安啊, 但这只是一个中途战, 我们还得向前走, 再向前, 进一步的正确的练习, 佛陀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来练习, 有一种车床可以把木条锯成床脚的形状, 这些床脚有的地方粗, 有的地方细, 用这种车床的木匠, 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要用长旋转, 什么时候要用短旋转, 用长旋转时, 他清楚知道是长旋转, 用短旋转时, 他也清楚知道是短旋转, 佛陀就是说了这个例子, 车床弓一样, 是长旋转还是短旋转, 他都清楚知道, 同样的, 禅修者清楚知道他吸入或是呼出长的气息, 他也清楚知道吸入或呼出短的气息, 在这里, 车床木工的例子很贴切, 他在转动车床车木时, 清楚地知道切刀与木头接触的那一点, 同样的道理, 气息接触皮肤的地方也很重要, 不需要随气息深入体内到达肺部, 也不需要随气息出去到外面的空气中, 只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气息进出的小小的区域上, 就在这个区域, 你必须觉察到整个呼吸在这个气息进出的情况, 从这里开始, 你必须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这里, 不论是吸入、呼出、长息、短息, 你都觉知这个区域, 继续练习, 继续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当气息进来时, 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当气息出去时, 你可以从这个区域感觉到全身的感受, 而接着, 佛陀又重复了一遍, 你会经历身心变得非常平静, 非常清安的各种阶段, 你仍旧保持自然的呼吸, 并且仍然保持觉知, 现在, 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在自己的内部, 内在的意思, 靠着呼吸, 你能够感觉到全身, 并且感觉到整个身体内, 在身体的表面上, 可以感觉到全身, 就如同由身体内部感受全身一样, 由初入席开始, 阿纳巴纳开始, 现在, 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全身的内部和外部, 有时候感觉内部, 有时候感觉外部, 继续不断地练习, 你就可以达到同时感觉到全身内外的阶段, 这是不断地在经文的每一个章节当中, 会出现的句子,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内观真正实修的部分, 我们应该谨慎而正确地去了解, Gayasmin, 是在身体当中, Samudaya-dhamma, 是不断生起的实相, 整个意思是, 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生起的实相, 过着观察不断生起的实相, 这样的生活, 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 也过着观察不断灭去的实相, 这样的生活, 在身体的范围内观察不断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的实相, 是同时生起灭去, 这样生起, 也这样灭去, 同时的生起灭去, 中间没有间隔, 内观禅修者对这种现象非常的清楚, 坚韧强烈, 促重的感受生起时, 你感觉到这种感受, 感觉到身体, 因为有感受才是感觉到身体, 触动的感受生起后, 似乎是停留了一阵子, 随后才灭去, 生起和灭去是分开的, 中间有一小段的间隔, 禅修者是分开地看到了生起和灭去的, 但是达到了消融的阶段时, 非常微细地震动, 快速地生起灭去生起, 在进化的道路上, 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是, 生起和灭去是分开的, 但是当我们开始了解色身不断地生灭生灭, 无偿的本质时, 然后逐渐地, 我们就能达到消融的阶段, 全部消融了, 快速地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更一进步地不断地练习, 我们保持不起贪嗔去观察, 不尽烦恼就会不断地根除, 这就是不尽烦恼浮现到表面而去除的过程, 然后到达这个阶段, 哦, 这是身体, 起初我们对身体是什么并没有正确地了解, 在知识的层面上不断地说, 这是身体, 不是我, 身体不是我的, 不是我自己, 因为对佛陀的话身具信心, 出于全然的信仰而不断地这么说, 现在, 透过亲身的体验了解到, 身体仅仅是像一对不断地在生灭的泡沫, 不断地生起灭去的威胁波动, 这样的一种现象而已, 哦, 这就是身体, 不是我的身体, 也不是别人的身体或其他等等, 身体只是一对次原子粒子, 不断地生起灭去的格拉伯, 微尘粒子而已, 我, 我的, 这些概念自动会消失, 这是身体的实相, 身体就只是身体, 禅修者的觉知是建立在每一个当下的实相, 也就是说, 每一叉挪都能觉知到这只是身体而已, 这只是一堆次原子粒子, 没有所谓的好或坏, 也没有所谓的美丑黑白等等, 只是一堆不断地生起灭去的粒子罢了, 为什么要对它起贪, 起撑呢? 这是自然的现象, 这是实相, 这时候, 在每一个当下, 已经建立起对实相的觉知, 这是对于去除我, 我的执着, 一个非常高的阶段, 你开始观察不断地生起灭去的无常现象, 这个时候, 你了解到, 这就是为什么当愉快的感受升起时, 人们会对它产生直取的危险, 事实上, 每一个愉快的感受都会变成不愉快的感受, 它是无常的, 所以不要去执着它, 每一个愉快的感受会转变成不愉快的感受, 这也就是苦, 你由自己的经验体验到这些, 然后, 最后的阶段是, 达到无我, anatta, 没有我, 没有我的, 只是身体, 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次元子粒子, 没有所谓我, 我的, 我自己, 只是一堆不断生灭的微层粒子罢了, 而达到了这么高的阶段之后, 会怎么样呢? 继续不断地前进, 前进到, 只有智慧, 没有别的, 没有什么智者在拥有智慧, 只有智慧而已, 没有什么智者在体验智慧, 只有智慧而已, 当下就只有了知, 只有觉照, 而觉知, 也就是对身体感受的观察, 就只是观察而已, 就只是观察而已, 印度的某些传承称这种境界叫做, 只有观察, 只有了知, 没有别的, 佛陀时代有个故事, 有一位年老的隐士, 住在靠近孟买附近, 这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 修习八种Jana, 八种次第定, 很深的禅定, 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完全觉悟, 是一位真正的阿罗汉, 但有些爱护他的人告诉他, 他并不是阿罗汉, 因为只达到第八次第定, 并不能成为阿罗汉, 必须再修其他的方法, 因此他问道, 如何才能学到这个方法呢? 谁会教呢? 他因而得知, 佛陀当时在世, 佛陀是因为修那种方法而成佛的, 当时佛陀在社会国, 他心里想, 或许他去见佛陀, 可以学到那种方法, 他很兴奋, 直接由今天的孟买, 走到印度北方的社会国, 当他抵到佛陀的金色时, 佛陀正好外出脱波, 于是他就到外面去找佛陀, 发现佛陀正在街上走着, 他立刻认出这个人正是佛陀, 他要求佛陀教他成就阿罗汉的方法, 佛陀说, 现在这个时间并不适合, 请他一个小时后再到金色来, 但这位老先生说, 不行, 请现在就教我, 我怎么知道一小时内我不会死呢? 或者可能你会死, 或者我会失去对你的信心, 现在三种条件都具备了, 请现在就教我吧! 佛陀看看他, 知道他的确快死了, 必须现在就教他这个方法, 否则他会错失的机会, 所以就在路边, 他就把方法传授给这位老先生。 由于这位老先生已经修得很好, 只要再教一点就够了, 于是佛陀告诉他, 看的时候就只是看, 听的时候就只是听, 秀的时候就只是秀, 长的时候就只是长, 处的时候就只是处, 同样的道理, 了知的时候就只有了知, 如此而已, 他达到了只有了知的境界, 知道什么或谁知道都不重要, 这个时候只有了知, 只有绝照, 如此而已, 到了这个阶段, 这位老先生超越了身心的范围, 沉浸于法中而体验到了涅槃。 涅槃时不再只取任何的东西, 在身心范围内, 总是有物质或心理的对象可以只取, 但在涅槃时就完全超越了身心的范围, 无有立足之处, 也就是说, 无所可知只取, 无世界, 无宇宙, 无身心范围, 你已超越了身心, 像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只取的, 超越了执着, 这种状况可能出现一下子, 几分钟或几小时, 是个人的能力及用功的程度而定, 然后又回到这个感官的时间。 有时有人会问, 如果体验的涅槃六根不起作用, 怎么可能活着呢? 体悟到涅槃的佛陀要怎么样活着呢? 佛陀或任何一位禅修者进入涅槃时, 就所有实际的感官作用而言, 他就像一个死人, 但内心却是十分的警觉、清楚而醒悟, 完全的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六根是不起作用的, 从涅槃的境界回来之后, 必定又回到这个时间, 这个感官的时间, 六根又都恢复了作用了。 但是, 在达到阿罗汉的最高境界, 也就是达到阿罗汉的涅槃时, 这个人可以再回到原来的感官世界, 但是, 他却不再执着任何的东西, 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 这个人已经完全地解脱了, 因为他去除了所有的贪爱, 不再有任何的执着, 执取, 所有的贪爱都根除了。 这就是佛陀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境界。 在整个世界当中, 没有什么可执取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禅修者所要修的, 就身体观察身体, 这短短的一句话, 就把整个道路给说清楚了。 实修的人会了解在这里每一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不实修的人, 他们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 那是没有用的。 只是在知识上了解是没有用的。 当然, 我们必须自信上了解一些东西, 但真正了解还是必须来自经验, 没有经验是不行的。 知识节 这时候比丘 走路的时候 清楚地了知 在走路时 他清楚地了知 正在走路 在站立时 他清楚地了知 正在站立着 在坐着时 他清楚地了知 正坐着 在躺着时 他清楚了知 正躺着 这些是身体的四种姿势 行、住、坐、卧 不管任何的姿势 都清楚地了知 站着时 他知道是站着 躺着时 知道是躺着 坐着时 知道是坐着 走路时 知道正在走路 开始时是这样 然后他进一步 前面是 我知道我正在走路 我正在坐着 等等 现在是 这个身体 坐着 站着 走着 躺着 无论何种姿势 他都清楚地了知 Bajjana Di 接着 又是相同的句子 开始观察 身体内部的实相 Ajjattan 观察身体外部的实相 Ajjattan Bajjat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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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观察 身体内外的实相 接着又重复前面的相同的句子 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生起的实相 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灭去的实相 同时观察身体当中不断生起灭去的实相 而生起的是什么呢 灭去的又是什么呢 是感受 接着感受 我们能感觉到事物是不断地生起灭去的 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地方都会读到 就是不断地观察感受的生起灭去 了解了解无常的特性 这个字一定会在每一个章节的经文当中出现 所以内部外部内外同时都是不断的生起灭去 接着身体上的感受 能感觉到不断地生起灭去的实相 我们又到达了相同的这个阶段 这只是身体 他以智慧建立的觉知 这是身体 只是身体 没有我 没有我的 持续下去 直到他到达了 只有了知 只有绝照的境界 远离执着 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 这就是比丘如何持续地就身体观察身体 我们到处都看到 实时彻置无常 我们无时无刻都必须保持 实时彻置无常 佛陀有很多次被问到 关于实时彻置无常 善不加强这个问题 他一再重复地说 人们一再地问佛陀 为什么这么重视觉知 善地 这么重视实时彻置无常 善不加强呢 善地是什么呢 每一次问到这个问题 佛陀都回答 当人们问到觉知善地时 佛陀都一再重复 阿达比善不加弄 善地马 这表示 善地和善不加弄 一定是在一起的 对禅修者而言 如果没有实时彻置无常 善不加弄 这就不是善地觉知 举例来说 马戏团的女孩走在钢索上 她对每一步都保持觉知 但并没有实时彻置无常 没有善不加强 没有智慧 她没有觉知到生灭 所以不可能成为阿罗汉 或虚头环 虽然她一直保持觉知 保持很好的觉知 却仍旧不能超越所有的痛苦 所以 每当有人问佛陀 关于觉知这个问题时 她一定会提到 善不加弄 实时彻置无常 有人问佛陀 实时彻置无常 善不加弥 的问题 她会有两种答案 一种是 以智慧去了解 观察 感觉到感受的 生起 田流 局 灭去 感受的生 助 灭 比如说 沉静 相对耳根而言的声音 对眼根而言的影像 他们的生 助 灭 又比如说 有评价作用的祥 三亚 的生 助 灭 一切都是 生 助 灭 讲到一根的所缘 我们称之为 法 心中 生起的法 每一个心中 生起的法 会和感受 同时 生起 可见感受 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谈到 三不加弥 时 一定是指观察到 感受的生 灭 生 灭 这是他所说的 第一种解释 有时 佛陀也会有 另外一种解释 就像下面一段的经文 每当来回 行走时 三不加弥 看着正前方 或是侧面时 弯腰或伸展身体时 大一 吃拨时 吃 喝 咀嚼 或肠胃时 都三不加弥 大小便利时 正在行走时 站立时 坐着时 躺下时 躺下时 不管醒着或睡着 正在说话时 安静时 无论身体做什么时 一定要有三不加弥 所以 三不加弥的第二个意思是 持续地保持三不加弥 佛陀说明三不加弥的第一个意思是 觉知感受的生命 第二个意思是持续不断 在另外一部经典当中 他说到 比丘非常精进的拥工 他时刻时时刻刻 不失三不加弥 每一个姿势 不管是坐着 站着 走着 吃东西 或喝水 他都清楚地了知 了知什么呢 了知感受的生命 他成为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 从最初到最卫系的 关于身心 所有的感受 感觉 全部的范围 因为他已经观察到感受的全部范围 并且超越了这个范围 而成为阿罗汉 他死了以后 就不会再回到这个生命的范畴 所以 在佛陀的教导当中 三不加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了解佛陀所说的三不加弥 就有可能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我们并不想指责其他的宗派 但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现在所做的 有时 翻译会引起很大的困扰 就像前面我们讨论过的 萨地 巴尼姆干 常常被翻译成 把觉知放在面前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事实上 巴尼姆干 是指嘴巴周围的部位 因为在这里才能感觉到呼吸的进出 如果只是说前面 一般人会以为只是想象把觉知放在面前 这种模棱两口的说法会产生困扰 同样的 三不加弥这个字 常被翻译成清楚的了解 清楚的了解什么呢 则是一种令人混淆不清的翻译 比如说后来应用在走路上 别人会以为是清楚的了解走路的每一个细节 把腿提起来 向前移动 把腿放下来 提起另外一条腿等等的 或是关于吃饭 洗澡的每一个细节 把这些粗糙的细节当成是清楚的了解 这会产生极大的混淆 佛陀说的是 做每一件事都应该保持实时车置无常 三不加弥 并且他说得很清楚 三不加弥是了解到感受的升起 停留 灭去 如果遗漏了佛陀所教导的这个部分 那么整个的方法就完全被染污了 另外 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 必须牢记在心的是 佛陀提到躺下时 他所用的字远是 睡着或是醒着 睡着时怎么能感觉到感受呢 刚开始修那一关时 我们叫学生说 熟睡时没有办法去感觉到感受 是没有关系的 其他清醒的时间 则应该保持对感受的觉知 但禅修到很高的阶段时 就没有我们平常讲的睡眠了 虽然以实际的来说 我们躺下来让身体完全的休息 可以视为熟睡 但那时候 他的内心是保持觉知的 觉知到感受的升起灭去 无常无常 随后起床了 有如深睡结束 精神百倍 这是一种很高的修行阶段 来上课的人会开始 列为的体会到这些 许多学生告诉我们 他们整夜或是大半夜睡不着 但白天精神还是很好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 即使是睡着了 他仍然保持时时彻置无常 深不加揚 觉知感受不断的生命 要明白有一些段落 一些句子是不断的重复 比方说 佛陀讲到 观身的那个部分当中 有很多部分是用相同的句子 不断的重复来贯穿的 第一句是 同样的 在观受 观心 观法的部分 也有这句话 表示不管在观身 观受 观心或观法时 都要一直实时保持彻置无常 佛陀也重复其他的句子 无论做什么事 一定要观察生起灭去 即同时观察生灭 然后是内部 外部 和内外同时 以及只有了知 只有绝躁等等 继续看下去 每一段都一样 这证明了修内观时 无论是比较重视在 观身 观受 观心 或者是观法上 都一定要感觉到感受的生命 时时彻置无常 这个重点绝对不能遗漏 否则就无法有进一步的体验 举例来说 高原上有一座佛塔 在缅甸的高原上 有很多这种的佛塔 东南 西北 各有一座楼梯可以爬上去 有个人走了好久到达之后 看到东边的楼梯就开始爬了 另一个从南方来 也从南边的楼梯开始往上爬 等等 无论从哪一个楼梯爬上去 他爬到了佛塔的回廊 不管从哪一个门进去 都能够往内进入大殿 所以 尽管开始的路线看起来并不相同 但都是在导向目的地的 共同的基础上 刚开始我们可能会比较重视观身 观受 观心 或观法 但对于感受 这个共同的基础 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 到达目的地时 每一种不同的方式 就可以搁在一旁了 我们的传承最重是感受 因为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 一定都会有感受在 因此 虽然感受是在身体上的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感受本身 因为借着感受 就不会忘失 实时撤之无常 如果不忘失 实时撤之无常 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向 解脱的最终目标 大家要记住 理论巴里亚迪 也就是研读这部经典 只能引导你正确的方向 给你启发 但是要获得利益的话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实践 巴地巴地 然后接着是洞见 巴地违当 这种穿透的智慧 可以去除无名的遮连 不断地分离 剖析 分解 消融 而清见了关于身 关于心 关于心中生起的法 的究竟实相 帮助你体验到涅槃 现在我们仍然在 身念著这个范围内 四个范围是 身念著 受念著 心念著 及法念著 一开始可以先把重点 放在这个四个念著的 其中的一个念著 但当我们开始深入之后 这四个念著 是无法分开的 而即使只是在身念著的部分 也都有不少的段落 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开始修 但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一定会达到一个重要的阶段 不管你是修身念著 把全部或大部分的重点都放在身体上 还是放在受念著 心念著 或法念著上 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 你必须达到这个重要的阶段 也就是当你开始体验到 不断地生起 不断地灭去 接着 你必须达到这个阶段 观察 即生即灭的现象 同样的 你必须经过 Ajata和Bajitta 内部和外部的阶段 接着是内外同时 这是Bangga 消融的阶段 这个时候 一切都消融了 你感觉整个身体 只是一团快速生灭的 微细的震动 没有实质可言 你在进一步深入 清楚地了解到 哦 这是身体 就只是身体 或者 这是感受 就只是感受 感觉到感受 哦 这是心 就只是心 以及 这是法 就只是法 你不再错误地认同自我 因为并没有我 没有我的 没有我自己 你在深入深入 不断地深入 到达只有觉知的阶段 只有了知 只有觉照 如此而已 既不做任何的价值评断 也不升起任何的习性反应 就只是觉知 你只是觉知而已 只有了知 了知不断生灭生灭 如此而已 你越来越能够保持 这种只有觉知的能力 就会有越来越多 根深蒂固的习性反应 浮现到表面 当然 即使在较早的阶段 只要是你对感受 保持平等心 习性反应 也是一样 一直在浮现出来 你摆脱了贪 摆脱了秤 当下的这一刻 这也意味着 这个时候 你没有产生新的习性反应 对于这一点 佛陀在他另外一部经典中 说到 修行者不再产生任何的造作 不再有习性反应 不再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所有过去累积的不敬烦恼 都从心里面清理出来 这就像有人在梳理棉花 把棉花里面所纠缠在一起的结 都加以清除 棉花里面的泥土都被清出来了 而每根纤维都分开来 把烦恼从心里面梳理出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把里面的不净杂质 经由这个梳理的过程 清除干净 当你在这条路上越来越深入 觉知和平等心越来越稳固 并且能将它们依次维持越来越久的时间 然后很深的不敬烦恼 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 只有在到达Banga 消融的阶段之后 很深的不敬烦恼 才会浮现出来 但这种消融 必须具足平等心 否则深藏的不敬烦恼 不会浮现出来 你必须停止 在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这样旧的习性反应 才会浮现到表面 如果你继续造作新的习性反应的夜席 那么旧有的习性反应 就没有浮现出来的机会 你只是不断的在累积造业 所以呢 这整个方法就是要停止 在造作新的习性反应 这样旧有的习性反应 就会自动地浮现到表面来 如果你继续保持平等心 那么一层接一层习性反应的夜席 都会被剥除掉 自然的法则对我们很慈悲 法对我们很慈悲 一开始这些不敬的烦恼会浮现出来 这些过去习性反应的夜席 会浮现出来 这些夜席就是造成我们会出生于恶道 受尽苦楚的原因 这些促重的夜席会先浮现出来 并且被根除 一层接着一层 一片接着一片 你保持觉知 保持平等心 不断地保持觉知和平等心 这些习性反应的夜席浮现到表面 然后灭去 这些习性反应的夜席消除的越多 你就越能够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当所有这些造成你堕落恶道的 深层习性反应的夜席 全部都浮现出来 并且灭去时 这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成熟 达到平等不动 这时候 你就可以超越身心的范畴 在几个插挪 几秒钟 或几分钟的时间内 第一次见到涅槃 这是超越身心究竟实相 之后 你会再回到这个身心的世界来 但整个人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生命当中 所有跟恶道频率相应的 习性反应的夜席 都已经根除趋近了 而产生这些夜席的习性模式 也彻底的摧毁了 你不再会有这样的行为 因此 你现在不会再造作任何 会使你将来堕落恶道的夜席 这样的人就称为 种信者 从种信者 就可以挣到 虚脱还果 Sotabana 种信者是什么呢 你的种信改变了 阶位改变了 一开始 你是凡夫 一旦你经验到涅槃的境界 你就成了圣者 阿里尤 后来从阿里尤这个字 而有了阿里尔 亚利安 这样的种族的称呼 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 这个用语和这个或是那个的种族 是没有什么关系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阿里尔 当一个非阿里尔变成了阿里尔 这是指一个人 从凡夫变成了圣者 Sotabana 这个字当中的Sotabana 是河流的意思 你落入了这条河流当中 而这条河流将会带你到达 完全解脱的最终的目标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止你得到完全的解脱 你可能还要出生一次 或者在这一辈子就得到了完全的解脱 你可能还要出生两次 或者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最多七次 不会超过七次 你一定会成为阿罗汉 完全的解脱 正到虚头还 这个果位的人 还是以同样的方式修行 精情觉知 时时车之无常 接着更深一层 习性反应的夜习 就会开始浮现到表面 它们浮现出来 并且灭去 它们浮现出来 然后灭去 浮现出来 然后灭去 之后 当你再一次地体验到涅槃境界 这是更深的涅槃境界 当你从涅槃中出来 你又回到身心的世界 回到了生灭的世界 但你已经不一样了 从Sotabana 预留果 你正入了Sakatagami 斯托还果 一来果 这意味着你只会在这个欲界再出生一次 你可能在这一辈子得到了完全的解脱 或者只要再投生一次 你正得了一来果 体正过这个更深的涅槃境界之后 当你再回到身心的感官世界时 你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修行 精勤觉知 时时彻之无常 并开始根除更进一步的 更威惜的不尽烦恼 根除这些会造成我们生生世世 痛苦的不尽烦恼 生死的轮回仍然存在 你还是不断地保持平等心 平等心 去观察这些不尽的烦恼 现在你所正入的涅槃更深了 这时你就正得了 Anagami Anahan果 不还果 这个不还的果位 意味着你会在这一辈子就正得阿罗汉的最终的果位 或者你只会再出生一次 但并不是再出生在这个欲界 你会出生在很高的翻天的天界中 在那里正得阿罗汉 获得解脱 这个达到不还果位 正入不还果位的人 再回到现世生命身心世界中 他在继续地修行 精勤觉知 时时彻之无常 根除更威惜更威惜 更威惜的夜席 根除还会使人出生一次 最威惜习性反应的夜席 最后不再有任何会使人出生受苦的夜席 这时他所证得的涅槃境界 就是阿罗汉完全解脱的果位 可能在这一辈子就达到 也可能在未来世中达到 但修行方式都是一样的 精勤觉知 时时彻之无常 Satima 是觉知 是直接的体验 Sambogano 是时时彻之无常 是观察感受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的智慧 直接体验是指 直接体验到感受的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这指的虽然是身体的感受 但心也是有关联的 因为身体它本身是无法感觉到感受的 心才能感觉到感受 所以呢 这当中是有心在作用的 但感受必定是在身体上 佛陀对这个情况做了一番很好的描述 他以天空作为批语 就像天空中生起各种不同的风 这些风生起然后灭去 它们生起然后灭去 暖风 冷风 狂风 微风 充满灰尘的风 清净的风 各种不同的风生起然后灭去 他又说同样的 身体上不同的感受 也不断的生起然后灭去 它们在身上生起然后灭去 在身体上 我们继续不断的观察它们 观察这些身体的感受 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修行者精勤的修行 这是整个修行方法的要点所在 你不能忘失 时时车之无常 你必须日夜都保持 时时车之无常 这样的人成为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体验了整个身体感受的范围 当你在对峙很粗重的习性反应的 夜席时是感受 当你在对峙比较微细更微细更微细的 夜席时也是感受 这种的感受 粗重的 微细的 热受 苦受 各种不同的感受 之后你超越了感受的范畴 你体验到感受的全部范畴 你从所有的 所有的不尽烦恼当中解脱出来 因为你经由不断地保持时时车之无常 探究了整个瘦的范围 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正法中 而当 当他死的时候 由于他对感受的了解已经到了圆满的地步 这个人在死后 不会再回到感受的世界 这个人完全解脱了 对于解脱而言 这是一条完整的道路 时时车之无常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精勤觉知 时时车之无常 如果一个人只是阿达比精进 非常非常努力地修行 但并没有正确地修行 那么 只是精进用功是没有帮助的 一个人可以Satima保持觉知 像马戏团的女孩那样 时时保持觉知 对他两脚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觉知 但这样并不能解脱 精进觉知 这两者必须加上时时车之无常 三不加弄 必须经验到这些感受的生灭 生灭 以具足平等性的智慧 了知不断生灭的现象 这样才能让人解脱 因此要把这一点谨记在心 我们现在继续下去 你可以从观神念著这个部分的任何一个章节入手 每一个章节本身都是完整的 你从任何一段开始修行 不断地修行 你会达到 同时观察内部外部的阶段 而你保持着平等心和觉知 只有智慧 只有觉知 以这个平等心 你超越了整个身心的范畴 所以在每一个章节当中 最后的几句话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引导你到达最终的目标 我们从观呼吸这一个章节开始 我们以观呼吸的方法用功 观察气息的进出 接着我们转换到观受念著 观察身体的感受 当然在每一个章节当中 只要我们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就会到达这个阶段 你一开始是以坐的姿势修行 只是坐着用功 然而下一个章节也很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都坐着 你有时必须站起来 有时必须躺下 有时必须走路 所以对于这个四种的姿势 都必须不断地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四种姿势都必须如此 接着是第三个段落 对于你身体所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必须不断地保持时时测制无常 不只是行、住、坐、握的各种姿势 就连吃东西、喝水、说话或保持沉默 都必须时时测制无常 在你做的每一件事 你的每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24小时接连不断 都要时时测制无常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 精、勤、觉知、时时测制无常 这三者都要同时存在 因为这三者和身体的活动息息相关 思维不斤 佛陀所教导的整个道路 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 或只是推理或思维 这样并无法带人走向最终的目标 一个人必须体验到实相 但有些的人心是十分迟钝的 有些人的心非常的散乱 你无法要求这些人 直接从观察呼吸开始 他们无法感觉到感受 并对感受培养平等心 这些人多半是对身体的感官欲乐 对于性欲的快乐 有很强烈的执着 为了使这些人的心性 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平衡 所以让他们从这些技巧入手 对那些执着于肉体表象之美的人 对肉体外在美感沉迷的人而言 就要他们像这样开始修行 要如何开始呢? 在这里 这个人只是开始在思考 他还感觉不到感受 这没关系 像这样粗钝的人 开始必须用想的 而至少让他有正确的思考 人对身体有这么大的执着 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 这个人的身体或那个人的身体 这么大的执着 而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想想看 这身体是什么? 自脚底而上 自头发而下 这就是整个身体的结构 为皮肤所覆盖的整个身体 整个结构 以不同的方式 你以为这个身体非常漂亮 现在就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漂亮的 到底漂亮在哪里 它整个是丑陋到极点 只要去想一想 试着去了解一下 虽然你还无法经验到这些真实的不敬 但至少开始思考一下 身体是什么呢? 在这所谓的身体 这整个身体 身体有哪些部位呢? 头上的头发 身上的毛 指甲牙齿 皮肤肌肉 筋腱骨髓 肾心肝脏 肋膜皮脏 肺肠肠膜 胃脏粪便 胆汁痰浓 血汗脂肪 眼泪淋巴 口水鼻涕 滑育尿水 这就是身体 这就是身体所含的 你要以这种方式思维 对无法了解正法 无法修行正法的人来说 思维是有必要的 很好 那就开始想吧 这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开始想 开始思维 不断地思维 并对身体发展出不静而厌离的态度 这样子心才会稍微平衡一些 接着你又能够继续修行了 从观呼吸开始或者直接从观察感受开始 再度观察升起灭去升起灭去 不断地升起灭去 你步上了正道 但这只是起步 你一旦步上正道到了更高的阶段 就很容易可以看得清楚身体是什么 你不需要在身体上开刀动手术 去看血呀肉呀 这个那个 你发展出了天眼 可以把身体每个例子看得清清楚楚 仿佛放亮了眼睛去看 不过这是很后来的阶段 佛陀以这样的批语来解释 好比有一种麻袋 开了两个口的麻袋 一个口封起来 第一个口开着 麻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的古物 像是装满了稻米 糙米 绿豆 豌豆 芝麻 白米 有一个人放亮了眼睛 有着很好的眼力 可以看到这是稻米 这是糙米 这是绿豆等等 不管是什么 他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一个有眼睛的人张开眼 看清楚了 然后说 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同样的 一个人到达这么高的修行阶段 将会看到身体里面是什么 在这皮肤所覆盖的身体里 他观察 他直接看到这一切 在身体当中 有头发 肤毛等等 但在这个之前 他经过同样的过程 内部外部 内外同时 还有 生起灭去 生灭同时 一个人不论从哪里开始 都必须经过同样的这几个阶段 根据个人的根气 根据他的背景 根据他自己的能力 是否培养起来了 他可能从比较初顿的阶段开始 或者从比较微细的阶段开始 而当 一个人达到了 哦 这是身体 就只是身体 的阶段 从实相建立起觉知 而清楚地了知 这只是身体 一个人不再注着于 这个物质世界 这个身心的世界 这个人达到了 超越身心的阶段 超越了执着 这个人摆脱了 所有的执着 达到了完全解脱的阶段 思维四大 也是一样 再一次的 这一类的人 也是必须先从思维入手的 他开始思维着他的身体 这身体当中有什么呢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一开始 他只是在想 在思维这件事 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身体有固体的部分 像是骨头 肌肉等等 哦 这是地大 有固体的部分 这是地大 有液体的部分 这是水大 像血液 尿液等等 身体中有气体风大 身体中还有温度 火大 就像这样 他开始在理智的层面上 来了解他 他现在正在思维 他运用他的理智 一直想着这件事 怎么想呢 他又想到 好比一个技术 纯熟的屠夫 或屠夫的学徒 宰杀了一只动物 像是一头牛 然后把这只肢解过的 牛只的身体 带到市场上去卖 这头牛的身体 有骨 有肉等等 各种不同的部分 这里有固体 有液体 有气体 这些不同的东西 而现在 四大当中 哪一个叫做牛呢 由于世俗习惯上的需要 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时 我们称之为牛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四大 除了四大没有别的 所以 由于世俗习惯的需要 我们叫它 我的身体 像这样 在知识的层面上 了解这件事 什么叫我的身体呢 它除了固体 液体 气体 及体温外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还有什么别的呢 思维思维 这样的思维 让心稍微平衡了一些 一个对身体 这么执着的人 一个对性欲的快乐 和肉体愉悦 这么沉迷的人 如何使这个人 回光返照呢 至少要让心性 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基于这个理由 你运用你的心 运用你的理智 运用你的思维 但如果只是这样 是无法带你 到达最终的目标的 接着 你必须同样经过 相同的步骤 同样的阶段 一个人必须经过 所有这些阶段 之后他到达这个阶段 他清楚地觉知 哦 这是身 这是身体 我对这个身体 有多么的执着啊 事实上 这只是身体 一个人摆脱了 对这个身体 所有的执着 这个人必须经过 这些相同的各个阶段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观察 观察 沐原九项节 你一定碰过这种人 甚至到现在 也有这种人 他们连正确的思维 都无法做到 正确的思维 又叫做如理作义 你至少必须 要有正确的思维 如果思维 是如此的偏差的话 怎么能正确地 修行内观呢 所以要把思维 带回到正确的路上 有的人 无法把念头 拉回来 做正确的思维 这样的人 就给他一个 更出顿的 入手之处 一个对这样身体 这么执着的人 就要他到坟场去 在印度过去 有三种的坟场 一种是火葬场 一种是土葬场 第三种坟场 则是在露天的 曝尸的堆尸场 让各种鸟兽来啃食尸体 现在就把这个人 带到这种堆尸的地方 就在那里 要他睁大的眼睛去看 你本来应该向内修行 但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向内修行 好吧 你就从向外观察开始做 为了摆脱对身体的沉迷 你首先从向外观察开始 你在这个堆尸的地方 开始修行 如何修行呢 一具尸体 一具被丢到这个坟场的死尸 你开始看着它 也许是死了一天 也许死了两天 也许死了三天 已经变得不成人形 肿胀 淤黑 溃烂 看到这种情景 你就要再度开始思维 哦 我的身体 有朝一日 也会变成这样 这个身体 我这么执着的身体 每个身体都一样 这是每一个人必然的结局 因此 这个身体也会变成这样 为了到达这样的了解 你必须以这种粗钝的方式入手 去看死了一天 死了两天 死了三天的尸体腐烂的情形 看到尸体之后 你生起的恶心不敬的感觉 你了解到 你自己的身体有一天也会如此 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你的心变得稍微平衡一些 然后 你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修行 你必须经过这些同样的阶段 还有同样的最后的阶段 一个人超越了所有的执着 即使最初是以不同的方式开始 但你还是必须在同样的道路上 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 或者你被带到一处坟场 在那里 你观察 你观察着坟场里躺着的死尸 你在那里看到尸体被乌鸦 被鹰鹫 被秃鹰 被野犬 被豺狼 或是被各种虫所啃食 再一次你了解到 我的身体也有相同的本质 到头来都会死亡 人们会把这个身体丢弃在这个坟场 而结果就是这样 所有的野兽 鸟类和各种的虫 都会来啃食 现在你的心到了可以正确修行内观的程度 你像这样的前进 到达超越一切执着的阶段 再下来 你被带到丢弃尸体的坟场 看到一具尸体 你看到一具尸体 只剩下骸骨 附着在骨上的一些血肉 以及连接骨骸的金剑 你把这具尸体想成是自己的身体 说哦 我的身体也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又看到只剩下没有皮肉 只有一块块血迹的海骨 和连接骨骸的金剑 又看到只剩下血肉不存的海骨 及连接骨骸的金剑 又看到肢解的骨头 四散各处 哦 我的身体也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身体 身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这样你的心会到达比较平衡的阶段 你现在可以修内观了 接下来 你必须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 同样的 你去到那里 并且看到 这些海骨经过很久的时间 已经干透了 骨头泛白 有的已经断裂 有的已经粉碎 我的身体到头来也会变成这样 这是每一个人身体的本质 要能这样去想 你必须先从观察开始 亲眼看到东西 不然的话 你的心无法变得较为平衡 而达到足以修内观的状态 要修内观 要观察实相 要在经验的层次上 观察实相的真实特性 这是很精细的一个工作 过着非常粗糙生活的人 一直过得出资大业 总是跟出众的不尽 烦恼纠缠不清 这样的人是办不到的 要在经验的层次上观察实相 从非常出众 出众的实相 一直到微细 非常微细的实相 并超越身心的整个范畴 这件事情 对这种人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连起步都很难 所以这种特殊的情况 以前的方式 就是把他带到坟场去 当他们一直看着身体 演变到后来的模样 就会不断地思维 我的身体也会是同样的结局 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会是同样的结局 至少在理智的层次上 你开始从身体的执着当中 摆脱出来 开始了解 每个身体最后的结局 达到新较为平衡的阶段 而接着开始修行 一个人开始修内观的时候 必须经过同样的各个阶段 对于实相的觉知 已经完全地建立起来 不再依赖任何的东西 不再执着任何的东西 到达完全解脱的阶段 由于每一个章节的出发点 都有所不同 所以并不是说 每一个修行者 必须将每一个章节的内容 都修过 不过第二个章节 和第三个章节 却例外 每个人都应该照着去做 因为第二个章节 是观察身体的每一个姿势 行 住 坐 卧 四种姿势 你当然必须对每一个姿势 保持用功 而在第三个章节当中 不管在做什么 沐浴 洗涤 吃饭等等 不管你身体在做什么 都保持实时车之无常 三不加揚 三不加揚 每一个章节 所提的道路都相同 只是开头不同 后半段都是一样 我们必须到达可以经验到感受升起的阶段 因为要有感受 你才能感觉到身心的升起 了解到身心的灭去 而连接身心两者 所呈现的就是感受 个别的感觉到感受的升起灭去 接着是生灭 生灭 快速的生灭 生灭 内部外部 你整个身心的结构 到处都只是快速的升起灭去 升起灭去 而你只是去观察它 你不断的发展这两种能力 一种是 三不加揚 实时车之无常 就是清楚的了知无常 并保持平等心 然后即使对无常并没有清楚的了知 也可以有平等心的存在 你可以一直告诉自己 哦不行 我不应该起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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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这样一直告诫自己 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你觉得自己逐渐摆脱了反应的旧习气 你看我现在不起反应了 我现在不起反应了 你当然是不起反应 但你只是在心的表层不起反应 有许多人发展出这种平等心的能力 当他们面对到人生的利衰毁 欲称激苦乐 种种的起伏变化时 可以看到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因为他们可以保持心的平衡 但在内心深处 心的深层还是一直在起反应 因为他们培养出的这种平等心 只是在心的表面层次而已 而更深层次的心 都还一直对身体的感受保持接触 因此除非我们从身体的感受 找少对身体的感受培养平等心 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新的深层 因为少了三不加尼 时时车子无常 如果没有三不加尼 时时车子无常 就无法根除深层的不尽烦恼 你不尽烦恼的根 夜息的根将无法铲除 你旧有的行为模式的根将无法铲除 所以我们才要这么重视感受 这是佛陀所觉悟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甚至是佛陀之前和佛陀之后 印度有不少的教派和老师都教导说 你如果要获得解脱 你就必须从贪和称当中解脱出来 要解脱贪和称 并不是佛陀首创的教导 它是一个过去的传统教导 而且流传至今 但是所有这些老师的教导和弟子们的修炼 都只是想摆脱掉攀缘外境的贪与称 要人们不对所看到的东西起贪起称 不对所听到、闻到、尝到、接触到或想到的东西 起贪心和称心 不应该对这些沉浸起任何的贪心 很好,这是对的 这没有什么错 那么佛陀所发现的又是什么特别的呢? 六处是指这六根 而六臣也叫做 六臣是六根的所源 我们应该在六处 撒拉亚丹的层面上 不起贪嗔的反应 而佛陀所发现的还比这更深入一层 他发现反应的升起 不只是在撒拉亚丹六根六臣的层面上而已 六根必定会和六臣接触 接触后,身体上会生起感受 你的贪或称 只有在这个感受升起后才会升起 缺少的就是这个环节 别人虽然没有错 但他们只是在玩知识上的游戏 无法带你到更深入 在六臣和你的六臣的反应之间 缺少了一个环节 这个缺口过去就在 现在也在 一直都在 这个缺口就是感受 是身体上的感受 如果缺少了这个环节 那你就只是在修正心的表层 你无法进入心的深处 心的最深层次 是不断地感觉到感受的 不管你六根接触到什么东西 你的心某一部分的作用 就会对它下评断 好的 不好的 接着 你就感觉到一个感受 苦受或是乐受 然后你就开始起贪或撑的反应 这是佛陀觉悟的真理 这是他经由切身体验所发现的 这也是他一直在教导的 你必须从这些感受下手 在感受的观察上 培养平等心 之后 你就会从你的痛苦 你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 你会从心的最深层次 摆脱掉错误的行为模式 而这就是你们开始在修行的 你们从观察呼吸开始 为的是可以很容易地体验到感受 接着 就要保持时时车之无常 你从感受当中了解到生命生命 而你也发展了平等心 现在这个平等心 不只是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平等心 而是对你所感觉到的感受 苦受、乐受 或是不苦不乐受的平等心 你了解到所有的感受都有同样的特性 不断地生灭生灭 这就是你所遵循的佛陀真正的教导 这就是他要我们修行的 这也就是整部大念柱经的要旨 精勤、觉知、时时车之无常 你必须努力修行 以保持觉知 和时时车之无常 要时时对身体感受的生灭生灭 清楚地了知 并且培养平等心 只是阅读经典 以及只是在理智的层面上了解经典 并不会让你获得解脱 虽然这两件事情都很有帮助 阅读经典 并在理智的层面上加以了解 的确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哦,这是佛陀的意思 而这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你得到了启发 你得到了信心 你得到了指引 所以要善用经典 善用晚上的开始来了解经典 但是不要忘记 最重要的是修行 修行 日夜不断地修行 你唯一不能修行的时间 是你熟睡的时候 除此之外 不分昼夜 日日夜夜 都不能忘失 时时车子无常 当然要达到一刻 都不忘失 时时车子无常的这个阶段 还有很长的路 但是你必须尽可能地去做 你的心一直打妄想 就已经把时时车子无常 忘得干干净净 你要尽快地察觉到这一点 接着再回来观察感受 心又打妄想 你又开始在胡思乱想 想象些什么 思考些什么 你再一次察觉到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得和感受在一起才对 你再一次把注意力拉回到感受上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把感受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突然警觉到 哦 我正在吃东西 我必须对感受保持觉知 我正在喝水 我必须对感受保持觉知 我正在走路 我正在躺着 我正在做这个 我正在做那个 我时时刻刻都必须和感受在一起才对 要这样一直提醒自己 就有的习性模式是不想去注意到这些感受 不想去观察这些较深层的实相的 这就是你就有的习性模式 无名的习性模式 如今 你必须从无名当中解脱出来 你必须发展你的智慧 你的觉悟 而你的智慧和觉悟就是要不断地体验实相 这些感受的生灭生灭的实相 从所有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 从所有的无名当中解脱出来 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好好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方法 这么好的法 从你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 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精情觉知 实时撤之无常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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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